不能忍住气的人 最后什么事情都会失去 任何环境的改变 都是对人的考验 所以学佛人要静转心不转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学佛人必须要信根十足 信根就是信念的根 是最重要的 造房子的根基 师父还说 一个人如果对菩萨都不相信 怎么信得好佛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 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官是因菩萨和师父 慈悲加持保佑 孩子今年顺利通过一门 专业考试 专门许愿一波经文组合 小房子 放生数量一直坚持在做 八月份考试当天 弟子一直都在念经 念了整整一天 准提神咒一直在念 那天油灯接莲花了 孩子那段时间也知道用功学习了 弟子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一切都是菩萨的慈悲保佑 我们要好好坚持五大法宝 坚持愿力 相信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 相信师父的白化佛法 相信自己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 昨晚八点多 急冲冲的要接孩子晚自习放学 稀里糊涂的我 突然找不到车钥匙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心里真的很着急 于是我心里拼命念诵 观世音菩萨圣号 念着念着 没过几分钟就找到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 有求必应 何时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释迦摩尼佛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慈父 佛菩萨的慈悲无处不在 真的是有求必应 去年的一天早晨 我去上香 门开进去 脸上怎么有蜘蛛网 那时候还没有在意 换好水杯 香都插入香炉里 跪下去拜菩萨的时候 无意间抬头 看见墙角边上 有很多小蜘蛛 我在望着房顶上 整间都是小小的蜘蛛 大约有三百多只 我整个人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我上完香 赶紧求菩萨妈妈 我跪下去求菩萨妈妈 慈悲帮助 请这些小蜘蛛出去 以免得我们不小心会伤害到他们 念完礼佛大唱悔文 我就下来了 第二天 我去上香的时候 只剩下几只小蜘蛛了 我再次求菩萨妈妈 第三天 一个都没有了 菩萨妈妈是有求必应的 师兄们 真的要坚信 真的是菩萨无处不在 千处祈求 千处应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分享一个殊胜梦境 我才宁经两个多月 一位师兄给我观世音菩萨妈妈吊坠 昨天念诵经文 戴上吊坠 就感觉菩萨妈妈紧贴着我 晚上梦见南京菩萨和观世音菩萨妈妈 观世音菩萨妈妈在我心里将佛信给我 般若智慧就是施舍 这是我的真实感受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新年忘记过去 创造美好明天 摘自2013年12月29日 悬疑问答节目 后天呢就是我们的杨历的年三十晚上了 所以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晚上 那么等到新年的元旦到来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了新的生活了 我们要把过去不好的全部忘记 我们要把好的全部记住 我们要懂得前途 生命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好好学佛修心 会给你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永远对自己的将来抱有希望的人 他是永远不会被历史所淘汰的 永远要懂得我们有美好的明天 这人他永远心态会好 希望大家心态平衡 好好学佛 新年愉快 年底要多念礼佛大忏悔文 清除自身业障 摘自2015年11月13日 悬疑问答节目 我讲个 讲一个 讲一个天上的事情给你们听听 就是 就是 人间哪 凡事要过年快乐 大家一快乐 天上的菩萨也觉得像过年一样很快乐的 明白了吗 所以就是说你们一到过年了 觉得有新的心气象要开始了 你们想改改变自己的面貌了 菩萨就开心了 尤其是你们的护法神 所以当一个人想说我要彻底改变自己 你知道最开心的是谁吗 菩萨和护法神啊 你要彻底改变自己了 我放下了 我没有了 过去我做错很多事情 现在到年底了 我要像大草厨一样 把自己不好的业障全部扫光 我拼命地念 礼佛 菩萨都开心 因为说年底了 结账的时候 所以可以礼佛多念嘛 就这个道理啊 元旦和农历新年应避免吵架 摘自2014年12月25日 玄义综述节目 听众们有新年很快就要到了啊 很多听众也问师父 说能不能多念点经 实际上只要有节气 都会有天上菩萨下来的 当然可以多念一点了 因为阳历的新年 它也是很重要对我们来讲 所以很多人 阳历的 阳历的初一 就元旦这一天 很倒霉 比方说跟家里人吵架 他也会像中国农历年一样 也会吵架 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 那么阳历的第一天呢 吵架呢 是吵到 下一年的阳历的第一天 那么中国农历新年 这一年不好呢 那么吵到 下一年的 中国农历新年 比方说吵到 今年两月份 就明年的二月份 是春节 那么到 2016年的二月份 这段时间都不顺利 那么如果你 元旦这一天 这个不顺利 那么你到 2015年的 2015年的年底 不顺利 实际上是这个概念 所以它不管碰到 什么节气 天上都有扑架下来 所以千万不要吵架 新年前的规矩 摘自2017年12月31日 悬疑问答节目 马上到新年了 那么台长呢 趁这个时间呢 跟大家讲讲 新年前的规矩吧 一般说 新年前 要把自己的桌子啊 什么地板呢 要扫扫干净 整理整理干净 因为呢 新年有新迹象 要把一些旧的东西扔掉 那你这个人呢 新年就会有好的运气 所以为什么 人家年底 春节之前 都要打扫家里啊 台长开示 元旦多磕头 摘自2012年12月22日 悬疑综述节目 很多人问台长说 啊 那么我们过年的时候 烧头香 对不对 那么年 我们的新年的元旦的时候 是不是也算头香呢 也要磕个头呢 当然也磕头是最好的 因为新年是万象更新 啊 所以呢 很多事情呢 就是我们说 年以头为上 什么这个过年 一年四季 再于春的嘛 春天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 烧头香也好 我们自己啊 过年新年第一天也好 总是一个祈求 阳间的啊 阳就是我们说 阳间的平和啊 就是那么 呃 中国人因为讲就是 初一是呃 农历的 所以是属于啊 所以这个 阴历啊 阴历初一 希望在中国的一年当中 都平平安安 那么阳间的呢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磕磕头也好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面子伤人 又伤己 忍辱精进 一出离 一把怒火 功德烧 宽容大度 夜障消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嗯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